首先的话就是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New Project 就是新的专案建立一个专案 然后你这个PLC的机型请你特别注意要选对 像我们这边的实验室的话我们是用3U 然后我们在那个PLC教室那边的话 我们是小模组的话是2N 然后这个检定台的话上面是3U 可以吗 反正你一定要选对 那选错的话你就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先选一下 然后就按一个OK 按OK完以后第一件事情你先测试看看 你跟PLC可不可以沟通到这边什么问题 那很简单你就是用online 然后transfer setup transfer setup的意思就是说传输设定 然后你这边有一个connection test 你就测试看看 如果他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代表什么 只有一行看起来就很就是成功 那如果假设没有设定好的话 比如说我把它做一个 我现在我就随便选一个2N的OK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到 成功 我是有没有用是不是怎么会成功呢 我们再选一个1 还会成功啊 那我们来传输看看好了 你在传输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它上面写什么 看起来就它意思是说 你的PLC的机种是不对的 虽然呢你用3U的话 因为这个不管它是哪一个机种 它可能通讯的方式都是一样 那当你呢实际上真的要去把它传进去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出问题可以吗 那所以呢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这边我们来做一个修改 我们把它 那这里其实是可以修改的 同学你看一下这里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3U OK 然后确认 那我刚刚讲就是说 这边会有问题 因为这边你可能不知道怎么设定 那 有时候我也搞不到清楚怎么设定 我们就随随便便设定好了 那我们再来传输看看 所以最好的话 你就是不要去随随便便去 好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它就没有刚刚那个东西出现了 到这边有什么问题 可以吗 可以 所以你最好的话 就是不要再去改设设定 但是只是说 有时候假设真的 有时候同学会紧张 随便找一个机种 那我想应该不会那种情形发生 好 那我们接着呢 接着的话 我们就开始来写程式 那写程式的话 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说过 我们再回忆一下 你可以用画图的方式 那画图的方式就是 这边的话有一些元件 可以吗 你可以用这些元件来画图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小括号 可以吗 那这个是什么呢 中括号 那我们呢 这里的话是什么样呢 画横的线 这个画什么呢 直线 然后如果你今天你要删除线的话呢 你要删除直线要用这一个 可以吗 删除横线的话要用这一个 那这边的话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看 那这个的话应该就是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存档 可以吗 假设你要存档 你就是按这个 那这里的话我想就跟Word一样 就是有一些功能键 那我们上一次呢 又提到 我们现在是在这样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是在做什么 就是在做编辑 因为它好像有一支笔 所以我们昨天 有跟各位强调 请你绝对不要用这一个 可以吗 你用这个的话呢 到时候你的程式感觉上是对的 但是它传进去的时候是错的 所以你会很慌张说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请你 虽然说它很好用 但是你绝对不要用它 所以你就只能用它旁边这两个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接着呢 我们接着的话 我们就开始来写程式 我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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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